很多很多很多的母亲 我猜你们今天都 有些朋友可能就可以跟你们的孩子们一起过 可能有些人没办法 因为可能在外地工作 像我一样我在外地工作 我也没办法跟我妈妈一起过今天的母亲节 但是我今天早上做了一顿妈妈 妈妈叫我的一道菜 这个菜是很有故事 等一下跟你们说说的故事 真的挺好笑的 这个就是这一顿 就是这一叠菜 是不是好吸引 这个菜本身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叫无锡排骨的 然后我家里面 然后我妈妈就做这道菜 我妈妈是嘴巴告诉我 是怎么怎么做 因为她是听听人家说是怎么做的 还是看报纸还是怎么样 怎么做 然后告诉我 有一道菜 我猜你应该很好吃的 我猜你应该喜欢的 就告诉我 这配料或者方法是有什么材料 然后我自己去琢磨 我自己琢磨 这个就是无锡排骨 然后后来后来 那个已经是超过20年前的事了 然后我的家人 我自己试过很多次很多次 就把我叫的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 多少的酱油 对多少的糖 多少的水 多少的排骨 就绝了 然后试过很多次 然后就告诉她的保家 不 家里阿姨 然后现在她已经不做了 放给所有 就是留给家里阿姨做 其实我也好久没做了 然后今天呢 不 然后呢 她有一些些改良 然后我们就不叫她在无锡排骨了 我们叫她里家排骨 里家的无锡排骨 那今天呢 我偷偷地把它改良了一下下 改良了一下下 跟妈妈之前的一些口味是不一样的 我加了一些 本来是只有红糖跟胀油的 但是我加了番茄汁 还有黑醋 还有胡萝卜 大家没想到吧 胡萝卜跟酸酸甜甜是搭配起来是很好吃的 那今天我是就是特别为妈妈做的 但是妈妈吃不到啊 所以呢 我会带她带她吃 我应该 我应该现在 我应该现在赶紧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知道妈妈在不在家 她也不知道我今天做直播 因为她在家也没办法看多直播 所以 我等一下可能找个机会打电话给她告诉她 让她看一下 因为前几天 的确前几天我准备做的时候 我有偷偷打电话问她 我问她 这个里家排骨的 我要确认一下里面的材料到底有什么 因为我怕我忘记了 我怕我因为太久没做了 我怕我有点弄混乱了 就问她一下 然后她居然回答我说 哎呀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做了 已经很多很多年没做了 那 我就我没告诉她 然后她以为我那天是做给自己 自己吃的 那 那 你们觉得我现在应该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 让她看一下 看着我吃 这样是不是很快 好 好 那你看看你们有什么 口水都在流了 哎呀我也是口水都在流了 你看着 口水都在流了 我还等一下我就马上打给我妈妈 好 你们也 嗯 等一下就看着我们吃啊 很好吃 很好吃 我觉得是很好吃 好 我现在 筷子来了 筷子 筷子都 都拿进来了 好 我现在赶紧 打个电话给我 妈妈 妈妈不知道的 但是我妈妈说 广东话的 说粤语的 嗯 妈妈说粤语的 可能把她 我不会告诉她 不知道她 是不是出去了 我知道因为昨天晚上 我家里有很多 兄弟姐妹 有些有些了 有些兄弟姐妹回去 给她 预献新竹母亲节 但是今天不知道 她可能不知道 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还是 还是在等着 等着所有人回来 给她打 挫麻仗 挫麻仗 然后吃饭 明天见了 明天见了 有了 喂 阿妈 喂 阿妈 阿妈 你伸伸 她们调少一点 喂 阿妈 没有亲切快乐 是啊 没有亲切快乐 你记不记得 你有什么节目 我有什么节目 我有什么节目 呃 呃 我工作 刚才我跟你说 我前几天问你 李嘉牌骨的配料 我今天早上做了 我今天早上做了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我可以 当然可以了 你看看 它的样子可以,味道呢? 味道当然可以 还有,你知不知道我加了红萝卜? 哦,没那么浓 对,没那么浓 而且我还加了番茄汁和黑醋 那不是酸酸甜甜? 对 还好吃? 对,还好吃?我不知道,我一会儿试 你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一会儿他们回来做饭吃 叫我出去吃饭,我不去 你打麻将? 没那么早,有麻将打 他们不早回来,起立了四五点才回来 又要买东西,又要去吃饭 你等一等,大家有没有听得懂 我妈妈说,我的家庭兄弟姐妹晚一点回家 给他听煮,买东西回家煮 然后肯定要给他挫抹账 挫抹账 干吗? 你和谁聊天啊? 你不知道了,你不知道我和谁聊天啊? 在网上,在网上,在网上聊天 妈,你不要骂我,你不要骂我 我正在做直播 有没有拍到我的,我告诉你 有没有拍到我的,我告诉你 我这么丑样 大家就说明白吧? 我妈说,有没有拍到我的? 千万不要拍到我的 千万不要拍到我的 阿姨,你已经上镜了 你这么美女 你这么美女 什么镜子 我要跟你分享 要经常跟妈妈说甜蜜蜜语 甜蜜蜜语 妈妈,你这么美 是不是啊? 是啊,早上班上等我 等你一下嘛,更美一点 她想找你,找你告诉我 我早上摆得漂亮一点 不过,妈妈,这才够真实? 我特意不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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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码就梳下头,换你漂亮的衣服 你现在的头很美 你的头比我的头更美 妈妈 妈妈,你想不想我报告给你 这个 我现在改了名字 我改了名字 叫做菇菇排骨 菇菇排骨 菇菇排骨 因为我自己再加了 黑醋和番茄汁 和加了红萝卜 原来 加红萝卜进去 红萝卜做甜酸很好吃 你现在 我现在 你 喂 你说没用 你再来做什么 我吃了 我妈真厉害 我妈说 我说得多厉害 没用 你回来的时候 要做给我吃 我肯定要做给你吃 菇菇,你把镜头对着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阿姨的样子 好多人想看 大家能看到菇菇的妈妈的样子吗 阿妈 好多人想看下你的样子 行不行 可不可以 行不行 我妈妈说要把眼睛带上来了 让你们看一下 所以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 你无论如何 你什么时候打听过你的妈妈 你妈妈肯定很高兴的 等一下 大家就想知道姑姑的妈妈 有些人可能没见过妈妈的样子 没有问题吗 我妈妈的普通话都出来了 没有问题 好等等 那个外 那个外最好 那个外最好 那个光最好 等等 给你们看一下我妈妈 这个就是我 我最爱的妈妈 阿姨现在的话 有7.7万的内地的粉丝 在抖音上跟你打招呼 阿姨 她没听懂 她应该有7万多人 抖音上来的 不是啦 你很吓唤我 她就不要把她吓唤 怎么样 可以吗 你看我妈妈真的好可爱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的性格 我性格随她 我性格随她 她很 不是怎么形容去 随就是 随意 随意 你很吓唤我 有8万人了 阿姨 你很吓唤我叫姑姑 你叫姑奶奶 你们都弄得我笑得太大 姑姑不能笑得太大 对我不能笑得太大 你看我这个老太婆 还可以吗 你们听得见吗 妈妈说 你们看我这个老太婆 还可以吗 上面说 不愧是姑姑的妈妈 很漂亮 好多都留言是漂亮 很年轻 说姑奶奶好 很多人在跟姑奶奶打招呼 我想姑姑的妈妈 是姑姑的姐姐 是吗 大家好 我妈妈居然她说 她不是姑姑的妈妈 她是姑姑的姐姐 阿爸你不激怂了 我不激怂了 我跟你说 我跟我妈妈聊天 真的像朋友一样 也像有时候像情侣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阿妈妈 你打招呼 我跟她说个故事 我曾经我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然后休息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我妈妈 跟妈妈聊天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自评的 只是讲电话的 然后挂信之后 旁边那个演员 就别说谁了 然后他说 能说谁啊 可以的 是郑志伟 郑志伟大哥 去区那部戏的监制 对 然后他就说 跟男朋友讲话吗 我说不是啊 那是我妈妈 他说 哎哟 另一个误会啊 我还以为 你跟男朋友讲话 怎么 怎么这样讲话 那个妈妈 我说 对啊 我妈妈就是 我会把我妈妈 当成我是 我的伴侣 但是像 我们有时候 会互相调侃 有时候 你当然会吵架了 但是每一次吵架 都是我主动去跟得道歉 妈妈我想问 是不是 我们每次吵架 都是我主动跟你道歉 妈妈你可以直接说的 不用怕的 听不听到啊 喂 哎 听不到你声啊 妈妈 你的声 660 哎呀 我家里有电话 赶紧 马上 已经有人 有人进来了 听得到啊 听得到啊 你有电话 你听着先 母亲姐 母亲姐 我家里 我家里有事 你先听 你听着先 你听到 你不要挂声 我听着先 00你家 不用 她说 不是 不是啊 阿灵 你跟她说一说 你等一等 我等一等 因为今天是母亲节 尤其是今天又是星期天 我十个 十个兄弟姐妹 她收 哎呀 她收信 等一等都很快 打回你了 你快点听就听见 我收信了 00 你先听着先 我的普通话 有广东 你听 你听个先 为什么 今天是母亲节 尤其是星期天 我今天我妈妈的家里会特别忙 就像过年的大年初一 不停不停有电话进来 我妈说不要 不要离开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姑奶奶要跟继续跟姑姑聊天 大家分享 哎哎哎 阿妈 我现在死亚过 我现在死亚过排关 大家一起来吃 大家一起来吃 来同事们 都等不及了 每个人都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来试一试 姑姑排过 阿妈 我死亚过没得话 给你听啊 我早上 早上的时候 姑姑就提醒 我们要给妈妈打电话 那正在看 我们姑姑直播的 8.8万的粉丝 然后大家也记得 给自己的妈妈打一个电话 或者已经是当妈妈的人 在看这个直播 也希望你 也祝福你 你能处到母亲节 你看到直播 你并看直播 你怎么打电话的 能什么 可以的呀 哦能是吧 有的人有两个手机 有的人在用iPad 或者是电脑看呀 如果 或者放弃 或者你马上 把这个 连接发给你妈妈 发给你妈妈 更棒 就跟他们说 妈妈 我就是因为看到 姑姑的直播 我马上就要 发给你 你要看 你看 然后我会 每天学习 你姑姑 你们来了来 我站在后面 站这里去 站这里进来进来进来 你们就会 哎呦我用另外一个电话 等等 太忙了 哎呦我另外一个宝贝呀 哎呀等等等等 姑姑有两个身份 一个的话 她是 她是 我妈妈 奶奶的女儿 我妈妈先挂了 等等 我有另外一个电话 喂 哈喽君君 我太忙了 这位是谁呀 你妈妈看电话了 说什么 啊 声音大一点 我参加快乐 有人跟我说 母亲节快乐 你们参加 这个是谁 不是我女儿 也是我的女儿 我们都知道 是君君小朋友 是吧 是我的外甥女 是我的外甥女啊 我 我人生的另外一个宝贝 一个宝贝 哎呦 关关我和没一讲啊 宝贝呀 因为她会 她可能会吃醋的 如果我说我弟 我不能说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 两个同样重要 否则 否则 否则他们会吃醋的 关关了 你们没有合照啊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第一个宝贝是婆婆 第一个宝贝 你们都 你们 来来来 你们就来来来 吃了好多汗 家里太热了 我挺热了 家里太热了 啊 姐让同事们 同事们都想吃 对对对对 都是 我们都是吃 君君我们在吃 这是菇菇排骨 你知道是什么吗 公君我今次 我做了 婆婆那个 婆婆的 牡丝排骨 里加排骨 但是我改良了 我改良了 我给你看看 我给你看看 那个样子 我给你看看 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 哇 如何啊 我加了 我加了 红萝卜 加了红萝卜 哇 你双双吃 冠冠 我找麻烦菜 哎呀 好 我给他 哎呀 不要了 不要了 小孩子 不要 不要录虑 小孩子 不要录虑 是的 我们今天还是小朋友 他长大了 他才 他才十几岁 他才才十二岁 我的另外一个宝贝 哎 冠冠啊 我刚才跟婆婆 讲电话 你知不知道 婆婆不停 哎呀 婆婆不停 打给我 你等等 我现在两个 我现在两个手机 今天是母亲节 姑姑姑特别的吗 特别忙 特别忙 一边是我的妈妈 一边是我的宝贝的半个女儿 呃 干女儿 哇 我今天真的幸福了 所以我要跟你们分享啊 你赶紧赶紧赶紧打电话给你妈妈 告诉妈妈 妈妈我爱你 今天母亲节快乐 我也很爱你爷妈 对 我妈妈很爱我 我真的 我妈妈也很爱我 你妈妈你听得明白 你今天我同关关了 你看 冠冠又在另一条线上 我给你 你先给我的样子给婆婆看 你等等我给你的样子给婆婆看 等等我两个手机 两个手机怎么做 等等等等 等等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给你的手机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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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你看不懂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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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间的 我有我的干女儿 我有我的妈妈 那如果我在香港的话 我们就三个人一起过 三个人一起过 所有正在看直播的都希望你们能够给自己的妈妈送上祝福 对 对对对 赶紧赶紧 如果 如果你自己也是本身是妈妈的 那你再想 你会想 那我到底 这个就睡着我睡下面 你就想 我自己本身若是妈妈 那谁替我幸福 那大家一起庆祝啊 大家一起来庆祝 很高兴的 你确定做什么 你说什么 公公 你说什么 妈妈 你看看 哦 胡志军今天做的 今早早在这里做 是送的 花啊 打算帮你啊 公公公公 你整 他整你啊 他整个花 他整个花 他整个花送给我啊 我说我为何有没有亲戒 为何有没有 老婆戒 又没有妈妈戒 他说为何 我说 因为老婆和妈妈 要照顾你们两代人 你们应该是下马天 应该有妈妈戒和老婆戒 对不对 一代一代 所以我们一起庆祝 所以我们以最高领导人 妈妈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最高领导人 我们经常说妈妈是最高领导人 对 一个女性会影响一个家庭 姑姑,你可把你的表情显示 你让我看看花 你只给我看看 这就是她给我做的 现在给我做的 准备给我的纸框 给我的纸框 她真的好乖 那咯,咯咕排骨我再煮给你吃 我爱了 不爱心态不好 好了 好了 妈妈先跟你收信了 你快点打给玲玲 拜拜 阿姨再见 好 公关 我要调侃一下她 因为她昨天给我发了 发了 因为她昨天 因为她现在看不到直播 她昨天给我发了 要买的 要买的东西 希望想买的东西 然后说有一件衣服 她想买了 你觉得我听不到吗 你听到了吗 你觉得我听不到吗 姑姑傻了 我以为把它调到轻音了 我没调到轻音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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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调到轻音 她是听不见的 喂 我没调到轻音的轻音 我没调到轻音 没有 没有 好了 你今天 你今天 喂喂喂 姑姑 你这个吐头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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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姑 哎 姑姑你听过这首歌没有 大家能听得到 声音大一点 因为我 为什么特别选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是我妈妈 妈妈特别喜欢听的 你没听过这首歌 请我说谢谢你 什么谢谢你啊 我还没买给你 你就谢谢我了 哈哈哈哈 我都是还没给你 笑到你就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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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了 所以屏幕前做妈妈 做爸爸的人 你们今天有收到礼物 勒索吗 哈哈哈哈哈哈 勒索 已经有人听出来了 这首歌是小诚故事 小诚故事 姑姑你没有听过这首歌 这首歌婆婆很喜欢听的 你问了妈妈 你问了妈妈 这首歌是姑姑的妈妈最喜欢的歌 叫小诚故事 对小诚故事 对小诚故事 你问了你妈妈 你问妈妈听过这首歌 是否小诚故事 妈妈在聊天 妈妈在聊天啊 你的头关了 你的兔头菌 知道我们 公公你等一下 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叫 我叫他兔头菌 因为我每一次跟他视频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些 反正就是头发弄不好 就是一些 哎 发际线的问题啊 我要 我要让他好好保养自己的头发 要从小就要好好保养自己的头发 我每一次跟他视频 我就叮嘱他 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问题 我之后 我也会 好好跟你们分享 所以 哎呀 头发这个事情真的太重要了 从小从小就要保护起来 对吗 怎么要跟我说啊 没有我继续 没有我就继续 继续 继续做我的直播了 我看着你直播啊 为什么你看到的 所以你没打算收我扣物车出来 所以他警告我 不要乱说话 你不是警告我不要乱说话 是不是 别说我坏话 别说他快话 我怎么会说你的快话 你这么可爱 你这么疼 这么疼我 我怎么会说你快话呢 我哄你 我赞你都来不及啊 那你刚才干嘛要展示我的客户车 我没展示 我只是嘴巴说而已 我没展示 我只是嘴巴说 我只说 他昨天 我只是说 可能预线 庆祝母亲节 就是半个母亲送 半个母亲要送你礼物 是不是 你看他现在给我弄一个小猩猩 这个猩猩 就是他现在弄了 给一个 他在设计 应该等到晚一点 我就会收到 我就会收到我这个礼物 我收到这个礼物 我看能不能发 大家知道就是母亲节呢 除了我们要给自己的母亲送祝福 然后很多身为母亲的人呢 也会收到很多甜蜜的礼物 对不对 大家一起在底下 我们待会儿让姑姑看一看 对对对 那好 公公啊 那好了 那我要 我要 我要挂线了吧 我要挂线 哎呀挂线 我要收线了 多谢你啊 让我看多次你的样子 我不准就看心 我看你的样子 好了 好了 拜拜 拜拜 亲亲亲跟你说再见 亲亲亲跟你说再见 乖乖拜拜 好拜拜了 I love you 我们呢 我们每次讲完电话 我们都有一个习惯 拜拜 I love you 别小看这个动作 你虽然是 好像是一个习惯 就是觉得是一个形式 但是很重要的 就是代表一种 代表一种 你有就是 多看重对方的 好 今天是母亲节 我希望真的不仅就是只有母亲 如果你还 你要怎么说呢 就像我一样 我家在中间 我中间 我其实我不是真正的母亲 但是我有一个很 很爱我的外甥女 我也很爱她的 她把我当成半个妈妈 我也把她当成 整个只是就是女儿了 然后 然后还有我很爱的妈妈 真的 我们可以多关心 像我一样 我每天 我每天 哪怕我要工作的话 我也会抽一点时间 除非真的忙的 没有时间了 我每天差不多 差不多每天 我不能说 我不能百分之百 说三百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都会给我妈打电话 但是真的平均来说 一年 我才有四分之三的 每天 我都会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妈妈就会安心了 我们做女儿的 做孩子的 要懂得去关心我们的妈妈 妈妈真的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然后如果你跟妈妈 跟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见 不是这个意思 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大家可以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必须就 首先主动去 跟妈妈盗窃 无论是谁 谁对谁错 我就是这样子了 我不管是 可能是妈妈的错 是妈妈错 也是我的错 最后来的都是我的错 你要 首先给妈妈盗窃 所以我妈妈 为什么这么爱我 总有原因的 好 说话吞吞吐吐 谁说话吞吞吐吐 吞吞吐吐是我的普通话吗 吞吐吐吐吐吐 吞吐吐吐 吞吐吐吐 哎呀 肯定是在说我的普通话 那好 我现在要说得慢一点 我希望大家会听得更加的明白 好 今天我想问 因为我们在家 母亲节怎么过了 一打 如果白天的话 如果出去的话 出去一起吃饭 然后回家 一定是搓麻将 然后在家里面 弄了很多的东西 在我们叫大食会 叫自助餐 像自助餐这样子 自己做很多自助餐 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自助餐 我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 怎么 怎么过的 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 我好感动 说外星期把你当母亲 看了好感动 说明你是真的 真心换真心 对对对对 我看见看到那个了 好 好 我好感动 我好感动 今天是母亲节 姑姑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别人的女儿 她拥有自己的妈妈 同时她还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妈妈 所以人与人间的相处 你怎么对人家 人家就会怎么对你 你很爱你的妈妈 你经常去关心她的话 她也会很爱你 如果 但是妈妈这个身份好奇怪 大部分的妈妈 你怎么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能对她不好 她也会 从心里面 就很担心你 很关心你的 永远 所以就妈妈 所以才有这句话 世上只有妈妈好 这首课 我刚才也 我真的好想 我对 我还没有自己的小孩 但是我已经有了 其实都是有了 说我的乐意好听 可能刚才听了一下 我们聊天 居然说卡通花 还在调侃我的普通花 不要调侃我的普通话 我想知道你们的 你们的 你们母亲节怎么过的 要送礼物的吗 是不是一定要送礼物的 我想 白里斯 白里斯 白里斯就不要说了 白里斯根本是一个 白里斯 一个是一个 不及格的母亲 哪怕对大儿子 小儿子 其实都是不及格的 不太好的 不要学她 我也觉得她 不太行 不太行 但是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角色而已 我也觉得她太可爱了 好 我吃什么 我吃什么 你说今天我吃的 我还再来 香鱼 今天吃的很特别 是她给妈妈准备的 但是因为 相隔两地 所以姑姑 我带的 我再带她吃 但是我们也替她吃 哎呀 没有她问 真的很好吃 刚才她们加了一块子给我 好 这首歌 这首歌小诚故事 是我妈妈最喜欢的 那好吧 那大家知道 妈妈最喜欢的是哪首歌吗 我们要不要问我 我的对的妈妈 我妈妈最喜欢的那首歌 吓死你 大家知道 自己的妈妈 喜欢什么吗 像姑姑一样这么清楚吗 我们其实很好奇 我妈妈的性格是很好的 所以我随我妈妈 那好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 说说文件的主题 回来了 我们大家都过了一个 开心的 开心的母亲节了 这个懒得 好累 过了 不是过了一个 开心母亲节 母亲节才正开始 我猜可能很多人 已经在跟妈妈 在吃中午饭 应该差不多吃完了吧 那我们问今天的主题 姑姑带你美丽 美丽一下天 我们的美丽呢 那个丽是力荡的丽 你们可以看一下姑姑的 刚才还有人说 看到了孤二头鸡 孤二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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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出现好久了 孤二头鸡 好 我们可以准备 准备 我是准备叫大家 分享不是叫了 只是分享 分享给大家分享一下 做运动的一些要点 我平常 我平常做运动的一些要点 如果你们觉得 可以的 有帮助的 就可以参考一下 那现在我准备 开始做运动的时候呢 有人可能问我 今天姑姑 你今天早上洗脸了吗 对呀 我是没 我是还没有洗脸 我是准备 现在做运动 那做运动之前呢 我之前都跟你们分享过 我会 我会 我会涂饮东西的 好 可能有些朋友 都已经知道了 我先擦擦手 先擦手干净 别嫌弃我的声音啊 别嫌弃我的歌声 好 我在现在准备是 做运动 我做运动之前的 一定会做的 我要 我要涂我的眼磨 为什么涂眼磨 因为我们的眼周围的 皮肤很脆弱 对 很容易长皱纹 刚才还有人说呢 姑姑分享一下 为什么眼闻那么少 因为我们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姑姑是纯素颜 我 没有带一点妆 没带一点妆 她的嘴上呢 大家会觉得 可能唇色比较红 因为 因为我刚刚去 然后里面都没有口红的 我只涂 润唇膏 好了 我为什么涂眼磨 运动之前 今天因为天气特别热 然后所以其实 姑姑脸上散的油光 油光啊 刚才又 这里有点 因为这里很多灯光 还有很多 为了给你们好看 我们这里有设了一些 特别的灯光 灯光你知道啊 其实等于是紫外线 好了 我涂完眼霜 我还没洗脸到早上 所以我现在准备做运动 我要 我要涂一些 好 千万别忘记脖子 这个事就是我 做运动之前的一些护肤 无论你脚上洗脸 不洗脸 我不管你 但是我自己 我做运动之前 我一定会 涂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护肤的 护肤的习惯 就跟你们全部跟你们分享了 好 因为了 现在这里 很多灯光 紫外线 其实都一样的 如果你在家里面 有落地窗 就是 也千万别忘记要涂防晒 千万别忘记要涂防晒 所以为什么说涂防晒 真的是 一年365天都要涂防晒 好 脖子 别忘记 耳朵 耳朵 好 这样涂防晒 防晒 涂防晒的正确手法 记住 不要打圈 打圈 你打圈 就会很容易 就会搓泥了 又不均匀 最好就是 顺着皮肤的纹理 顺着皮肤的纹理 慢慢 然后眼睛眼盖 也不忘忘记了 等一下有人问 姑姑是素颜吗 对的 姑姑是素颜 她只是在 因为要运动之前 还是要做一些基础的护肤 我不素颜的话 我怎么还涂 还涂防晒 怎么变黑了 镜头 你给我看一下 镜头变黑了 好的 我们调整一下 整个变黑了 整个画面 好 怎么 我自己变得 我看不见 姐你的屏幕已经 是不 现在是 你们看现在都是暗的 我能看到有些暗的 刚才是很亮的 现在我看不清楚 你能 关于手机的问题 你们看都没问题 只是我看我自己 有点 我自己 好 好 好 故事真不错 好 好 做完故夫 我不能披头 我今天准备给你们用这种 好 头发 今天给你们 今天我要弄一个发型 刚才居然有人说 我看你赔了一下 我气死我了 他说 让我把头发剪了 他说这头发太讨厌 我就想 哎呀 你什么人呢 让我头发剪了 太讨厌了 我们知道你是男孩子女孩子 我们身为女性 就看到姑姑这一个头发 我们想把它抢过来 我还要跟你们 我之后还要跟你们分享 我之后还要跟你们分享 但是你们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等下远的时候 我都 对啊 我们不能这样子 你要解决吧 好 好 这个分掉了 不要分得太明显 用这个 来这个 好 这样这样子 就不要太整齐了 不是 不能 是本身镜头的问题 本身的是手机 是手机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好 头发梳顺了 没有 它是本身手机的 本身手机出来那个亮度 你 完全没有办法跳 那我就只能这样看 我就看不清楚了 稍等一下 我自己都看不清楚 我怎么 好 我们这里出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好 好 你们 我就两边 平均 我今天做 希望能做到一点点 特别一点的发型 没有 没有跟这个 它本身突然间就是 好像就是我们自己手机时候就 这个 黑屏 这个头亮 它全都正在黑屏了 好 不是这首歌 你为什么放这首歌 我教你放的时候 你才放吧 好 好 我转这边来 大家看一下 姑姑是为今天待会儿要运动的动作 然后编头发 我们可能很好奇 很多人运动不都是扎高马尾就好了吗 姑姑为什么还有斜边小辫子呢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今天不扎马美 因为等一下我可能会有一些跳的动作 跳的动作呢 如果跳跃像跑步 像跑步啊 这些运动 我就尽量不要扎马美 不过马上跟大家分享 怎么避免发肌线往后移 所有的男性女性 其实我们都很害怕这个 你别说女生啊 男生也是 是的呀 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刚才的摄影师马上摸自己的发肌线 对呀 我都看他他他蹲在我前面 然后我说我是发肌线 他突然间突然间摸摸自己的 对 发肌线 是挺长的男孩子嘛 来看一下 他已经开始摸自己的 对他突然间 突然间摸一摸啊 说不定啊 你看说像你今天的发型 就就是啊 等一下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了 好好 还有很丰富的经验 讲发肌线后移避免 大家一定要停留在我们的视频间 对 要避免 怎么避免它 如果你没有的话 怎么预防它 如果你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发肌线往后移的话 你要怎么把它缓慢 缓慢 避免发肌线 避免 对 十二十万两千人 在看听你讲发肌线 大家曾经在直播间 姑姑马上告诉大家 男排女孩男性女性 怎么避免 非常重要 因为所以你看姑姑的 姑姑已经55岁 我的发肌线算是几个 大家点左上角那个小黄心 点亮姑姑的灯牌 然后听姑姑讲发肌线 这个 谁跟我说这个三个字 我也想 我想知道 什么情况 解十一万人了 十一点二万 好 就这样 左上角观众 姑姑的小黄心 姑姑直播 你们第一时间可以接收 然后今天就姑姑告诉大家 怎么避免现在脚势 发肌线往后移 首先我要说 我现在输这个发型 是准备我等一下做运动 然后我为什么我不输 我不输麻美呢 因为 我先说 我如果输了麻美的话 我是不是要这样输 好 我这样输 输麻美也好 什么麻美也好 好 是往后 好 我跳跃的时候 跳 是是每一下跳的时候 都是往后 每一下的时候 每一跳的时候 他都是给他有压力 我的发跟我的发的线 有压力啊 所以我今天就不输麻美 所以要看你做什么运动 既然有十三点三万人 在听你一讲发肌线 好 就等着了 等着了 好 我等着 我先弄好 先弄好今天的 今天的 好 十三点五万的直播间的朋友们 然后左上角点击小黄心 关注姑姑的直播间 姑姑马上跟大家分享 他二十多年不对 三十多年研究头发的经验 告诉你 为什么法级线 我后遗 没有那么可怕 怎么避免 十四点四万的 我看 都是男孩子 你是真的 真的怎么避免 不管你是男人 女儿 只要你是有头发的 如果你是完全没头发的 哎呀真的 我也忘不了你 但是我们怎么避免它 不能说我已经很后遗了 怎么解决 我跟你说 我分享 我有一段时间 经常梳 往后梳的头发 特别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也发现 哎 好像 我的早上寝室跟我说 哎 姑姑 这个有点 好像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哇 我马上 马上 就要 很多时候 我就要 怎么把它 然后就想 哎 到底怎么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 啊 然后我就发现了 是 直播间 十四十四点八万的粉丝 可以左上角 关注一下姑姑粉丝团 姑姑直播的话 你第一时间会接收到 另外 姑姑现在在分享 她在编头发 但其实是准备要跟大家分享 姑姑多讲一点 对 我今天 我现在是编头发 编头发是等一下 给你们一起 带你们一起做运动 那我为什么梳这个发型 是有原因的 要方便 做运动 又要好看 又要好看 对不对 像我们 做运动 要穿什么衣服 令到自己更加好看 你更加有活力 更加起劲的去做 好 很多人 是不是好看 会扎了马尾去运动 但其实不是每一种运动 不是 你真的不要 不是所有的运动 所有运动都能 用扎马尾 去解决的 你这个会对自己头皮 是很伤害的 我等一下 慢慢解释给你们听 其实我 我跟你说 我已经拍了一个 小小的视频 我已经拍了小小的视频 是要特别分享发际线 这个问题的 但是今天可能在这里 我就先说一下 我们那边的男孩子女孩子 已经开始收藏这条视频了 全部可以先说吗 可以的 姐 我们抖音的13.5万的网友们在线 大家马上要听姑姑分享 因为这是姑姑第一次对外公开 对 其实我都 我已经拍了 可能过几天才 你们可以 过几天才发布 过几天才发布 你们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无论是男生女生 好 我现在 我也觉得好好看 说姑姑素颜还这么漂亮 都没有皱纹的 待会我们讲完头发 就讲 我姑姑没有皱纹 怎么会没有皱纹 只是皱纹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不是太多而已 他经常会告诉我说 我哪有不老 我只是老得慢一点 对 我哪有不老 我的心态比较年轻而已 好 15.2万的抖音的朋友们 左上角点击姑姑的小黄心 关注姑姑 让她的灯牌 哎呀 断了断了断了 脾巾都断了 脾巾都断了 好好 别别以为我 这个这橡皮筋 我是洗干净的 大家看一下 姑姑一个小辫子 是小助手告诉你 整个头发的辫子 姑姑后面还有这么多的头发 没有扎起来呢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没打算 因为后面没打算扎 但是我会这样子 好 16.4万的网友们 在看姑姑扎头发 分享 发际线 如何避免后遗 对对对 避免头发 头发往后遗 好 我今天准备这个发型 16.5万的粉丝 可上角关注姑姑的小黄心 我为什么 你看我可以这样放 可以 但是我发现 你看 如果我在 我这拍视频的话 是不是在旁边 我都让你把我换了 不要 是不是在 你剩一少一点 好 然后我就放在旁边 是不是会好看一点了 好了 就可以 哎呀忘了了 我要想 我本来想哪一个颜色的 没有了算了 没有颜色的光 他说的是 我是个男的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 你是个男的 为什么要看这个 你替你的女朋友看啊 替你的老婆看啊 替你妈妈看啊 而且替你妈妈看啊 你看完之后啊 你可以分享给她啊 对不对 我跟你说 这个 好了 说了发际线的问题 我现在输的发型 是适合我等一下做运动的 如果我做运动的时候 我扎马美 我跑步 比如说我要跑步 或者我跳 跳 好 你想想 扎马美是不是 这个网 这个发际线 是往后输的 是往后输的 哎 我们的谁来 呃 不好意思 让我来示范一下 让同事们 告诉大家 你看 你扎 你扎马美 是不是往后扎 你是往后扎的 所以那个发根 是往后移的 是往后向的 然后你往后向 你跳跃的时候 他每一次 你扎得很紧 他每一次跳跃 每一次跳跃的时候 都会 你都会 蹦着 你都会 刺激刺激刺激他 为什么刺激他 他就是 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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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一次都拉扯 所以就不适合 就不适合 好 谢谢 真的不适合 跳跃的运动 跑步的运动 换不跑的运动 真的不适合 那什么运动适合了 扎马美呢 做瑜伽 做 反正你知道 有动作 有拉扯他的 你就千万不要 扎马美了 就像我这样子 比较 稳妥的 然后另外一个 小技巧来了 我们洗完头 吹头发的时候 吹干头发的时候 哎呀 没风筒啊 吹风机吗 吹风机 好嘞 我去 你去哪里 还是我去啊 我来 在浴室里面 好 哎呀 暴露了 哎呦 好 然后吹风机 你吹头发 是怎么的吹 也是一个方法 方向 我会跟你们分享 我自己的个人啊 我们来 来那个吹风机 你洗完头发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就是 这样子吹 这样子 但是我已经把头发 炸好了 只能 好 吹风机啊 现在不能插电了 好 你吹不吹头发的时候 你可能就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你这样子吹 就乱吹 没关系 但是最重要 我们的发际线 往后移视 这个位置 最重要的 我自己 我会怎么吹呢 来个示范 好嘞 找谁 找谁 好 我们这位同事呢 他没有 没有发 他没有发 没有发 发际线往后移的 哎呦 你又开始有一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刚 我刚刚看到 好像有点往后移 顾布你发现了吗 所有人都有发 际线后移的问题 真的 如果你现在开始 要慢慢变成一个习惯 千万不要再 你看这个发根 因为你的发根 已经往这个方向 已经不是 这个发根已经死了 怎么死了 死的意思就是说 不找头发 他 只有一个方向 你看他只有一个方向 已经死在这边了 这已经死在这边 两边的发根 都成一个死定定了 我会这么 你应该是这样 你平常就是 这个分线 经常要换 经常换 今天是 今天是这一条 明天就要换成另外一个 对 你看 马上 就是头发的分线 记得一定要经常更换 你经常 你别说话 经常更换 经常更换 你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样子 像我 像我跟我的外甥女 每天要换 我说你经常要换 经常换 发极 那个要换 好了 因为这样子 有什么好处 我们的发根 不会被他固定 永远在这个方向 永远在这个方向 如果这样子的话 变成红海 红海分开两边 就是 这个就空了 就特别空了 容易就空了 而且 吹头发的方向 也是很重要 我刚才不是说 发极线就是这里吗 我吹完头 我自己洗完头发的时候 我会把 前面一搓 这样子分开 然后 全部往前 全部往前 把它放前 全部放前 说你一直在出汗 然后趁着姑姑擦汗 给大家讲 对啊 我还没 还没 还没做运动 已经出汗了 因为这里 我们给大家 给姑姑点点点赞 点点姑姑的脸 素颜的美点 好不好 好 这叫什么 盛世美颜 我来拍拍 好 你看 我们吹头发 这个我们 你要想想 那个方向 我们尽量 不要把它 那个发根 不要 永远的往后 永远往后 吹头发的 湿的时候 湿的头发 是最好改变 发根的方向的 你这样吹 往这里吹 往这个方向吹 千万不要这样吹 千万不要这样吹 往这个方向吹 尤其是前面那一段 其实尤其是前面那一段 这样吹就吹 吹好之后 你就很自然了 很自然的 然后呢 这个发根的方向呢 这个 经常往这边的 你就把它这样吹 这样打车吹 这边呢 又反过来 这样子吹 反正 你就要 一个目的就是 好 谢谢 你反正 你的目的就是 不能让你的发根 死死的永远 就是在一个位置 他习惯了 他习惯了 他就 没办法改变了 所以这个发肌线 往经常 慢慢 一点一点的 我们有团队说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问题 你不要以为 现在这个问题跟你距离 好远 好远 可能不知道 有一天 有哪一天 你就发现 为什么 我的发肌线有点 其实你看 姑姑其实也有一点点的 但是我不严重 你呢 像我扎的头发呢 像 这样子的 尤其我经常 前面这一根 我会把它特别的用肩尾梳 肩尾的梳子 把它插在里面